大家好,欢迎回来,我是岳哥 在北京时间2021年11月18日凌晨1点钟,2点钟左右 中国的对外传播机构之一,或者说所谓的大外宣机构之一 中国中央海外电视,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 在其官方推特上用英文就发布了一封 据称是彭帅写给国际女子网球协会主席的一封信 这封信出来了,可以说是质疑声如潮 先看看事情本身怎么一个回事 环球电视网发布的推文就表示 CGTN获悉了,中国网球明星彭帅已经向WTA主席 兼首席执行官史蒂夫·西蒙发送了电子邮件 邮件的开头是,大家好,我是彭帅 邮件的内容如下,我就快速的来念一下 关于近期在WTA官方网站发布的消息 其内容未经本人确认或者说核实 未经本人同意而发布 该新闻稿中的新闻,包括性侵犯的指控都不是事实 我没有失踪,也没有不安全 我只是在家中休息,一切都好 这封邮件还提到 如果WTA再发布任何关于我的消息 请与我核实,并在争得我同意的情况下发布 还有这么一句,未来如果我还有机会的话 我希望来促进推动中国的网球事业与你们一起 我也希望中国的网球会变得越来越好 核心的内容基本上是这样的 短短两三个小时过去了 现在CGATN这样的一个操作是引发了巨大的质疑 有朋友甚至说 这个是不是央视的大外宣的临时工来干的 来操作的呢 主要的疑点,我们快速的梳理一点 第一点就是说 这封信件末尾看不见署名 同时也没有日期 而且英文信件中间有一处间隔符号 是一个光标的符号 是有修改的嫌疑 当然也有网友提到了 CGATN它转引的是一张图片的形式 所以有一个可能 彭帅正在写着这一封邮件 直接截屏 所以会出现了这个光标停留的符号 第二个现在质疑比较多的 当然就是CGATN的操作 在前面的这一句话 中国网球运动员彭帅 已经发了一封邮件给Steve Simon 所以这个会不会造假 相信Steve Simon很快会有一个官方的说法出来 视频收尾的时候 说曹操曹操到 WTA主席兼首席执行官Steve Simon的声明又出来了 我快速的把它补充进去 我来念一下 中国官方媒体今天发表的关于彭帅的声明 只是让我对他的安全和下落感到担忧 我很难相信我们收到的邮件确实是彭帅所写 也很难相信这封信要归咎于彭帅 或者把它意思理顺了 就是说也很难相信这封信呈现的内容 要由彭帅来负责 接下去Steve Simon说 彭帅在描述对中国政府前高级官员的性侵犯指控时 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 WTA和世界其他地方都需要独立且可验证的证据 来证明他是安全的 我多次尝试透过多种方式联系他 但无济于事 Steve Simon还说 必须允许彭帅畅所欲言 不受任何来源的胁迫和恐吓 他对性侵犯的指控 必须得到尊重 必须以完全透明且没有审查的方式进行调查 这个是再次重复他此前的一个说法 Steve Simon最后说 女性的声音需要被倾听和尊重 而不是被审查 被命令 央美的做法其实还有一些疑点了 就是有不少朋友质疑 这个看上去像临时公看的 说的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道理 因为CGTN在推特中就提到 CGTN has learned 已经获悉 但是他没有标明获悉的渠道 是从Simon这里获悉的 还是从彭帅那里获悉的 还是从了解情况的哪一位官员 或者说消息员获悉的 对于中国形象对外传播的一个核心的媒体机构之一 这个地方的操作是明显的不专业 毫无疑问 所以自然就引发了很多的怀疑 第三个质疑 现在海外的一些中文媒体已经提到了 就算这封信是彭帅写的 那是不是彭帅本人写的 是不是彭帅在完全自愿自由状态下 写的 是别人代笔的 或者是冒充的 信件发出后 是否经过修改 所以这个都是存在严重怀疑的地方 第四点 第四个质疑 从发布的形式来看 其实央媒做这样的操作并不奇怪 所以他引发了人们的一个批评 就是说彭帅指控张高丽性情事件 在全球 在中国之外 引发了轩然大波 如果彭帅本人认定上述事件并不是真实的 完全可以由他本人出面解释 指的是出音频出视频 或者召开新闻发布会 或者与WTH的联系澄清事实 以上就是CGTN在18日凌晨所做的一番操作 引发的一系列的评论观点 可以说都是所谓的负面舆情 一个这么大的媒体机构把事情办成这个样子 可以看到彭帅的事件所引发的普遍的关注和义愤 同时还有一点可以看到 就是中国其实过往十年 习时代非常注重舆情的一个调研和处理 包括国内的舆情 包括国际上关于中国的一些舆情 但是这么来看 这么多年花了这么多钱进去 对外形象传播 真金白银洒出了不少 效果怎么样呢 接下去我们来聊聊 有些朋友觉得 央媒这样的处理比较意外 其实就在两天之前 我和朋友们在推特上有一个交流 我就是说天津市体育局 第一时间联系了彭帅 这个是我采访的所得 当然联系的结果怎么样 具体有没有联系上 天津市体育局宣传口的负责人 是拒绝向我透露 那么我在推特上的说法 虽然彭帅和张高丽 这个事情的细节未明 但是中国体育界人士 普遍同情彭帅 他们也相信官方会有跟进 那么下面是相关的链接 天津市体育局 中国国家体育总局的一位官员 以及天津市复联的说法 我过往都有采访节目中 可以看到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来听一听 或者是看一看 那么我的一个感觉 就是和海外的一些 大V一些知名的自媒体人相比 他们很多人去过离乡几十年 其实很多也不是中国大陆人 所以他们不愿意 也不屑于去了解中国一线的情况 那么我作为一个自媒体人 还经常打打电话 向国内的一些记者朋友联系 向他们来请教 所以我个人的一个感觉 虽然中国在社交媒体的层面 对彭帅张高丽的事件 封锁的非常的严格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口耳相传 估计是越来越广了 你要控制是很难的 我个人的一个感觉 就是你采访天津市官方 采访中国国家体育总局 这样的一些基层的官员 他们的耐受力非常的强 他们没有一个人说 你是在造谣 是在污蔑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我没有听到这样的说法 他们耐受力的提高 一个原因就是过往 这样的一些丑闻 确实平有发生 尤其是在考虑到 彭帅本人的一个知名度 他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地位 所以中国方面 中共方面 是不是能够把这个事情 最后完全的压下去 变得悄无声息 就烂在泥巴里了呢 这个难度看上去不小 这个说的是国内 那么在国际上 现在压力也是空前 所以也能够理解 为什么央媒 做这样的一手操作 现在北京最大的担心是什么呢 当然不是WTA说 彭帅事件处理不当 他们会退出中国市场 这个中国官方可能 不是那么在乎 北京方面最在乎的 还是冬奥会 现在可以看到 网球运动员 包括德约科威奇 包括11月17日 最新的日本网球巨星 大阪直美的表态 他们都在社交平台上 来对彭帅进行关注 同时也呼吁中国方面 把信息透明化 再加上此前 网球的一些官方组织 包括WTA 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这样的一种非常严厉的声明 毫无疑问 让北京感到了压力 但是接下去 更有可能发生的就是 如果中国方面 不对这个事情 有一个基本的处理 基本的表态的话 很有可能造成 运动员之间的一个大串联 虽然网球并不是北京冬奥会 并不是冬奥会的一个项目 但是运动员之间 特别是西方运动员之间 毫无疑问 他们的沟通是没有障碍 非常顺畅 运动员之间 惺惺相惜 而且很有可能会有更多的 关于运动组织 单向运动组织会站出来发生 这个形成的一个风势 很有可能导致的结果就是 很多西方所谓的政客 来抵制北京冬奥会 都没有成功 但是最后运动员本身来抵制冬奥会 这个可能如果坐实 那对北京来说 真的是很大的一个打击 比如说举个例子 如果说拜登方面 真的是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 那么北京可能也觉得 也就忍一忍就过了 但是如果冬奥会没有运动员 或者说遭到运动员的抵制 那真的是很可怕了 现在可以看到 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的两个要求 其实正是运动员们的普遍的诉求 第一点要确保彭帅的安全 虽然中国网球协会 透过一些渠道 向他保证彭帅本人是安全的 但是没有人能够联系到彭帅 所以也没有办法做确认 第二点 要对彭帅的这个事件 进行调查而不是审查 而且这些调查要全面公平透明 所以WTA这两个要求 应该说是很有号召力 而且也点到了问题的实质 WTA的这一番的表态 我听着比较的耳熟 为什么呢 因为当我连线天津市妇女联合会 天津市妇联的时候 他们似乎也说了这样的一番话 还是说咱们权力部门 公权力部门得介入调查这个事 他的情况是不是属实 他虽然没报警 但是如果有这种舆论的反应 相关部门也要介入这种调查 什么定论 我也不能说是爱心 怎么样怎么样 因为咱们不是这个权力部门 像这种情况咱还是得公安部门 进入调查的 中国国家体育总局一位负责内部纪律审查的官员 也告诉我 虽然彭帅他们管不着 彭帅是单飞的知名的网球运动员 但是这个意思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他认为还是适用的 这个也是这位官员的原话 在电话里 那当然他们不敢提张高丽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我能够感觉到一种感觉 他们对彭帅这个事情还是有个基本的同情心 关于张高丽再补充一句 因为我此前我做了一些了解 刚好有一位是冒名实话的朋友 就特别提到 在去年十月底 习近平去到中国的这个潮州考察的时候 和路人有一段访谈的经历 当地的媒体是披露出来了 路人就是说 我此前在冒名实话工作 然后习近平就接上话查 说冒名实话不错 然后那位路人说 那您怎么知道的 习近平就是说 张高丽不是冒名实话出来的吗 所以可以看到张高丽在习近平的心中 这个整体的形象还是不错的 那么不错归不错 现在眼见着国际上的知名的运动员 已经大量的串联起来了 中国国内的舆论 应该说也是任务细无声 还在发酵之中 习近平会不会挥类斩马素 然后又是有怎么样的一个形式 挥类斩马素呢 让子弹飞一会儿吧 我是岳哥 过往干过传统媒体十几年 希望能够得到您的支持 谢谢